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 我有话跟你说 贺景夕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你把门打开 奶奶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顾西成 天天带着南宫琉璃 还怪我和傅北雅见面 简直不讲理 双兵 等我熬过这段时间 等妈妈平安回来 我就再不和你见面 我帮你拿吧 我帮你拿吧 不用 我的力气大 我来 都快洒了 我来拿吧 好 谁呀这是 老大 接一下啊 好 喂 老大 你要是没事我就挂了 我正在经历我的人生大事 什么人生大事啊 看电影 看电影 很暗暗 给我两分钟 好 等我一下 马上 老大你赶紧说 我电影要开始吧 是这样的 我一个朋友问我 和女人吵完架之后 该怎么办 谁 哪个女人 老板娘吗 说了你也不认识 认真一点 那这就是送分帖啊 你让你这个朋友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惹了认家 然后认错 我道歉 求原谅 三件套一件不差 我这 上 凭什么道歉认错求原谅 吵架又不是我 我朋友一个人的问题 那你这个朋友就更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男生和女生吵架 永远都是男生的错 如果还有别的疑问 请参考上一条 好了老板 我电影要开始了 挂了 拜拜 我 道歉 认错 求 求原谅 你睡了吗 睡不着 今天心情不好 你睡了 你可以跟我聊聊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 特别自以为是 霸道 不讲理的 过分老何锦西 你这么讨厌他吗 他是你什么人 冤家 仇敌 债主 所以你今天性情不好 是因为这个人 虽然他这个人讨厌是我意料之中 但他怎么能只相信别人 就完全不信任我呢 气死我 确实有点过分 但我想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 可能他对你并没有那么了解 才不是呢 你不知道 我下午好不容易心情被朋友劝好了 到了晚上又被他扣坏 朋友 什么朋友 开不会是 对你很特别的人吧 你关注的点可真特别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人 真的就是一个很要好的 普通朋友 我就说嘛 普通朋友